數位匯流時代5G應用及OTT平台 對傳統媒體產業帶來極大影響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與管理學院 舉辦5G時代數位匯流浪潮下的 傳播產業挑戰國際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相關產業代表進行交流 探討如何因應數位匯流的衝擊 並找出創新的機會 科技的結構的改變 當然產業就必須要配合 那產業配合最重要的是周邊的有一些 比如說政策跟法規到底能不能跟得上 他是一個主力還是一個助力 我覺得現在政府應該好好去思考一下 到底怎麼讓台灣的產業能夠 因為科技而有所提升 而不是因為科技 因為我們的政策而有所阻礙 我想這件事情是我們 每一年在辦研討會的時候的一些想法 那今年我們沒有找官方 我們大概就是產業界的朋友 所以我想產業界的朋友的一些想法 就能夠提供參考 那我們非常感謝我們這麼多的朋友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知道這幾年 確實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科技結構改變 比如說行動的寬頻出來 比如說有限的寬頻已經非常成熟 這兩個寬頻到底是要結合還是要分流 我覺得應該結合 為什麼因為它是個匯流時代 匯流時代裡面只有把固網跟行動網結合以後 才能夠做全面的服務 那共贏大家雙贏三贏 也許四贏的環境才會出來 那我們世音大學是一個傳播起家的學校 我們傳播學員這麼大 當然我們也希望除了辦這一條研討會之外 也能夠因為這樣子產生的一個產官學員的對話 讓學生讓老師們開始感受到 其實他的教課的內容 還有學生要學習 未來馬上要出了社會之後 他怎麼去面對社會產業的一些變化 那麼我想這件事情是我一直放在心裡 就學校來講每次舉辦一個研討會的時候 就是我們會從議題設定開始 然後再邀請貴賓 只要有辦活動 然後有設計議題 然後有一些研討 那相對來講就有很多新的啟發 以這次5G的這個技術社會的這一塊來看 您會發現到我們同學在後面老師也在 那最重要的是很多業界的這些的進步 那可以透過研討會可以讓大家看見 不管是老師同學都可以看到 那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只要有見面就有交流 有交流的話就會產生很多的衝擊 那通常同學在學校的時候 他比較多的理論的部分 那相對於雖然世新 世新也很強調這個理論跟實務結合 可是最新的這種產業的發展的話 那可以透過這個場合 尤其大家對話的時候 會有很多不同的觀點跟不同面向的東西的刺激 那我覺得這個對同學對老師都是很好的 中家寬評代表也受邀參加研討會 分享面對數位匯流挑戰寬評產業 在智慧化服務的創新轉型經驗 以及有線電視的在地角色與產製轉型 因為業者本身然後我們最主要 還是在智慧家庭的這塊根源 反正從個人的entertainment 開始一直往家庭這個地方去做擴充 那接下來呢 會往大一點就是智慧建築 那智慧建築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降低它的operation成本 另外也是增加使用的便利 跟它在這個building 裡面的 user experience 那就包含說比如在公社裡面的 user experience 或者是說它怎麼樣使用這個building 裡面的 facility 那它所需要的事情呢 不只是說建築物本身要建的好而已 那我們的電信網路跟我們的媒體的服務 或者是 application 的服務 怎麼樣在這個建築物裡面的公會裡有呢 這個事情是一個有趣的 application 那更大的就是社區了 那我要怎麼樣 project 這些社區裡面 或者是這個區裡面的服務 能夠讓我的building 或是設施裡面的使用者知道呢 那這件事情是怎麼樣形成這個商圈 或者是這一整個 community 的這個經濟跟功能的問題 看著這個數位的變化 其實中央集團呢 我們在三年前我們的願景也做了調整 我們的願景呢就是以高速穩定的這個寬頻網路 方便你的生活連結 豐富你的娛樂享受 那其實串聯這一整個的還是就是網路 所以我們發現對於客戶來說 他們的需求他們最好的就是電視跟網路 bundle在一起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打開電視機 現在已經不是傳統的電視了 這個數位化時代最重要的其實訊息量非常多 而且產地速度非常快 那所以我們這幾年來中央集團透過全省12家的有線電視系統 在各地非常積極的推動一件事叫媒體試讀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從108年到現在 這過去這四年之間 我們大概投注了超過兩億以上的經費 那進到社區進到學校 我們是在地媒體 那在地新聞以及在地的產製 在數位化的過程中 我們做轉型 那透過網路我們可以從地方接軌國際 這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期待 市新大學以數位傳播貫穿各學們 數據智能結合各專業的辦學特色 透過舉辦論壇 學術論文發表 在數位轉型的浪潮下與產業無縫接軌 培育新世代的優質人才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